手一拉 然后将身体伸展到最大 再继续重复动作 就能够完善攀 这是山上的孩子有天分 在学习使用绳索攀术的技巧上 一下子就能抓到诀窍 就能玩啊 要那个斜头信 斜头信 然后要耐心 清香同富国中 在台大实验宁馆处的协助下 举办一场特别的户外教学 代理学生使用绳索等器材来爬术 作为台大实验宁所提供的环境教育课程 第一个你一脚一定要向下伸直 很多人会误会就是说 手用力好像就可以把自己拉得比较高 其实不是 我们是靠前身的伸展 只要你伸展的跃直 脚踩直 基本上你这个伸展才会高 你才会上得快 真的再次感谢 这些我们的好邻居 为了学生来办理这么好的一个 体验的爬术的课程 那当然我们会把握真心这个好的资源 未来会有很多长期的合作的机会 我们继续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为学生主任秦志尝试 现学先卖的好身手 那学生马上起控叫好 教学气氛热烈 只是最后还是爬不过身材瘦小的女学生 对此老师也强调 虽然这是一场看起来好玩的爬术课程 但其实也那学生从中获益朗多 加油 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学会 就是自己独立去思考 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然后而且在透过那种活动当中 可以更体验出那种 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可能怎么样去做 或是怎么样形式最好的解决方式 然后也在当中也有像团队的那种合作 对啊就也看到很多学生啊 很多同学在旁边这样子互相帮嘛 看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像很平衡 玩到你被录制 感觉自己可以飞 飞 这个感觉 透过这次爬术课程 不少学生觉得很有成就感 并了解这些每天与自己共存的数目 虽说是环境教育 但也落实了台大实验领馆处 积极推动与新一厢共同的发展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